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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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拍什么我就拍什么 差好不了吗 Ok so before 这个影片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没有错 我终于突破3000订阅了啦 然后呢我的目标是在2021年之前呢 突破5000订阅嘛 所以呢没错我还差2000订阅啦 然后呢我3000订阅要做的回馈呢 就是久违的Q&A啦 没错我已经在我的Facebook page 跟YouTube的社区那边有破贴了啦 所以呢如果你有什么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去那边留言你们的问题 或者你们也可以在这个video的下面留言 Q&A然后问你们的问题啦 没错所以呢我就会在Q&A那部影片来回答你们啦 所以呢帮助大家多多去留言嘛 拜托 所以呢 好啦话不啰嗦我们正式开始吧 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我哦 并且开启POMPEO的小铃铛 那我播影片的时候你都会第一次收到 好了我们正式开始看影片吧 OK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最近新出的一首歌 这个一个dis track叫做二有二爆 没有错 然后这首歌呢被某个人用在他的抖音身上啦 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来react to 我们的第一个尴尬啊 就是用我做的歌的抖音啦 等一下有没有听到吗 他一开始拍的时候就有那种讲话的声音 你有没有呢 给各位看多一次啊 有没有 看啦 哦小弟弟先学好剪辑的技术才来拍吧 下里用的是我的歌 好吧我们继续看吧 喂这个剪辑技术是怎样哦 好多啦 就是再多批派一些 我知道有个批派一定的人吗 已经没有潮点可以吐槽了你们知道吗 OK首先呢 你要拍视频之前 你可以 是不是可以稍微把你的周围给打扫干净前呢 你 啊 啊 你就放一大里纸带在前面就已经显得当时视线了 啊算了算了算了 跟以前的某人很像的 然后呢 一样可以上一部东西 应该已经没有东西炒 你可以炒 不炒了 就整个 就是为了尴尬而诞生的存在吧 小冬仓 等下等下等下 Sapp 这个是什么 Hebbe 果然真的是很巴奇 你的明 characters 你的影片 你ren Candy 再來就是其實他拍到也沒有真正的對到吧 我覺得他還要拍的概念就是來兩次拳頭打到自己 可是好像都沒有真的對到不是 再給你們看多一次 你都沒有成功 你為什麼要成功 為什麼你按來好像要成功 還這樣喔 異異不明 真的是異異不明 下一個吧 這是什麼 之前我要講這東西 我先張嘴下去 他應該是有點 哪裏壞掉了吧 因為他好像都沒有看到鏡頭 而且我覺得還要做東西就是來很像 很帥很沒腦抖 他們不是先放了一些一月過後自己slow motion 可是他應該沒有開了那一費吧 然後就自己做那slow motion 而且他最後還馬上快速這樣子過去按了那個video 然後就馬上快速按 看了第二次過後會發生可能有自己放一點slow motion特效 看了第二次就發現到了 小妹妹加油 你這個代表是你還有進步的空間 加油 OK啦 這個還好啦 這個還好 都 not bad 可是其實我這裡有個問題 我只是提出疑問吧 就其實tiktoker現在都比較流行 likes 這樣子就是放一個音樂 然後最後就自己一個slow motion 這樣子 可能自己只是一個slow motion 然後放震動這樣子 這是一個trending 對於tiktoker來講 因為以前我看到tiktok就是 各種花式轉場 blablabla等等 這樣子 可是現在都有來拍到多數是這種 所以我就不確定 我自己本身沒有追tiktok 我也沒有玩tiktok 所以呢就有這個疑問啦 所以想要問看你們到底是不是這樣 QEEK 首先 Auntie妳有不年輕的 再來 你知道妳脸上的油很多嗎 然後妳還要tiktlite像mject很美這樣 哎幼 我要再張嘴先 看了會很噁心啊 还有就是一个东西 他的眉毛是用毛笔画上去的吧 为什么可以这么粗 哎呦我的天啊 一个女人最骄傲的不是一辈 大家应该懂这个了吗 如果有没有看3P的尴尬的话 他是3P的一个固定成员 尴尬矮的固定成员 没想到 哇哦你出现了呢 你遇到多少男人 而是有一个男人 愿意为他放弃所有的女人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们有放出那个东西吗 他放了一个音乐 可是他自己拍的视频又有另外一个音乐 而且他也没有对到嘴 所以他是放错音乐 还是什么勒 你不要再看多一次 再看多一次 一个女人最骄傲的 不是一辈子迷到多少男人 而是有一个男人 愿意为他 哎呦他还要很帅气的 甩一下自己的头发 放弃所有的女人 然后差不多在8到9秒的时候 你们有听到吗 就是他自己本身后面也是一段声音的 所以 到底是怎样哦 他最后还要一个夜 比一个夜 他最后还要一个夜 比一个夜 我的天啊 我在等你的出现 我想这是吸引你的定律 找到你想跟你说 在一起 诶 哦 我看他这样觉得懂 他应该就是刚刚那个 那个Better Now的那个人来的 啊 对 原来 他叫做 邓志强 嗯 第二个video 依然尴尬 因为只是第一集罢 所以呢 就比较简短一点 然后呢 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是一个创作者 所以我知道被外批评的感受是什么 虽然 嗯 嗯 OK 然后我也不想要引起公愤 就只是为了做一个娱乐出来罢了 我这些影片呢 自己看回去的我也是想冒回我一些自己 也是很尴尬 所以呢 我想讲就是 你敢做这样的video出来 有肯定会接受批评 我做好youtube这样多年 我还是要有那个心去接受人家的批评嘛 所以我才可以继续做下去嘛 要不然我怎样会有5集的 恢复生命的留言啊 对不对 这就是我的一个观点啦 没有错 我就是为了 要炒作为了拿view罢了 你这个要是有view 有钱赚就可以了 这样子都是这样的嘛 希望大家不要看待那么认真 开开心 下次要看待就好了 那真的 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 拜拜